第五百年就是三千 湛飞鸿这时候悄声说道 张老爹 你看出来了吧 这雪三小姐 乃是三十六个武道天骄之一 她的修为高神莫测 参加聚会的人 一方面是想一读雪三小姐芳荣 第二个目的啊 就是和雪三小姐谈武论道 印证一番 张也更是动容 所谓的武道天骄 指的是那些天资特别接触 并且深具大气韵的年轻强者 这些年轻强者的资质 悟性和气韵都远远超过了普通天才 他们就是上天的宠儿 目光的焦点 所以被人称之为武道天骄 人族公认的武道天骄 共有三十六个 每一个武道天骄的战斗力 都是深不可测 这些人乃是人族最精英的人物 也是人族重点培养的对象 雪三小姐居然是三十六个武道天骄之一 这说明她的天资悟性和修为 已经达到了恐怖的地步 大多数的武道天骄 都是高傲而孤僻的 像雪三小姐这样 喜欢和人打交道的武道天骄 倒是非常少见 张叶和湛红飞两人 敲声说话的时候 大厅里的年轻强者 已经和雪三小姐低声交谈起来 大家交谈的 纯粹是修炼上的问题 年轻强者们针锋相对 距离力争 而雪三小姐则是静静地听着 不时的畜生点评两句 雪三小姐的修为 的确是高深莫测 她的点评恰到好处 而又留有悬念 不断地引出新的话题 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辩论中 就连燕珠君 左千秋和万宗刘三人 也慢慢地加入到了辩论之中 各种奇妙想法层出不穷 让张也都若有所思 时间如流水 月亮已经升到中天 雪三小姐轻轻地拍了一下手掌 奄然笑道 各位的见解都非常精彩 现在已到此时 去雪三推算 今天会有一场华丽的流星雨 我们不妨坐地观天 欣赏一下这些天外异客的表演 然后根据流星意境 各自创出一套战绩来 大家觉得如何 观看流星 领悟意境 自创战绩 雪三小姐的提议 让大厅里的年轻强者 个个都激动起来 大家都信心满满 要在雪三小姐这个舞蹈天骄的面前 一展自己的实力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之中 雪三小姐轻轻一笑 为了让大家拿出点真本事 我决定 自创战绩最精彩的人 可以得到一枚运神灵丹 运神灵丹 大厅里的年轻强者 听到这四个字 脸上都露出了一种 不敢置信的神色 运神灵丹 乃是真真正正的九品灵丹 修炼者服用运神灵丹之后 可以让灵魂变得更加强大 精神力量变得更强大 如果是突破边缘的人 服下运神灵丹之后 就可以轻轻松松地 突破一个小境界 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运神灵丹 虽然只是九品灵丹 但材料很难收集 因此比普通的八片灵丹 还要珍贵得多 正是如此 大厅中的年轻强者 听到运神灵丹之后 才会如此的激动 张爷这时候 也是暗暗的激动 他的精神力量 已经超越了大宗师 但有差一点点 才能够堪比半部灵道强者 如果有了这颗运神灵丹 他的精神力量 必定可以突破 堪比半部灵道强者 战飞红见到张爷 目光中闪过的光芒 微微摇头说道 老弟 不许老哥打击你啊 这颗运神灵丹虽然好 但我们基本没有希望的 你看这三个人 张爷望去 只见一直以来沉稳如磐石的 燕竹军 左千秋和万宗刘三人 目光之中 也闪动着一道道光芒 显然 他们对这颗运神灵丹 也有着极大的兴趣 张爷的心里 微微一沉 燕竹军 左千秋和万宗刘三人 都是半部灵道的强者 他们的修为见识 比张爷要强得多 他们对运神灵丹 也有兴趣的话 张爷要想拿到灵丹 难度非常之高 大厅里的年轻强者 显然也意识到 燕竹军 左千秋和万宗刘三人 乃是自己的最大敌人 但这些年轻强者 都是心智坚定之辈 虽然知道 燕竹军 左千秋和万宗刘强大 但依然是自信满满 斗志汹汹 见到大厅里的年轻强者 摩拳擦掌的样子 燕竹军 左千秋和万宗刘的脸上 都露出了一丝 不屑之色 他们修为高决 见多识寡 根本就不相信 这些年轻强者 能够自创出 什么厉害的战绩来 学三小姐等大厅里的 年轻强者 完全平静下来之后 又是微微一笑 刘星就要来了 我们现在立即打开天窗 还可以看到 今晚的第一道流星 说话间 学三小姐拍了拍手掌 大厅的天花板 竟然缓缓打开 如水的月光 撒到了人们的身上 人们刚刚抬起头来 就看到一道巨大的流星 正划过天穷 最后 轰然地炸开 画成点点 华丽之极的烟花 这 全场的年轻强者 都暗暗地倒出一口冷气 学三小姐 不但测算到了流星雨的来临 而且 天花板刚刚打开的瞬间 正好出现第一颗流星 这种推算之数 当真是 恐怖到了极点 就连 燕竹君 左千秋和万宗刘三人 脸上 都闪过了一丝惊喜之色 第一道流星出现后 第二道流星 第三道流星 紧接而来 流星越来越多 一道道划过天穷 留下久久难以磨灭的痕迹 一道道的流星 把月亮的光芒都掩盖住了 满天都是七彩的光芒 大厅里的年轻强者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星空 感受着其中的意境 有一些悟性精神之辈 眼神之中 已经出现了丝丝的异彩 显然 他们正在快速地创造战机 自创战机 对于普通修炼者来说 绝对是千难万难的事情 但大厅里的人 每一个都是精彩绝艳之辈 都观看过无数的修炼秘籍 当场创造出战机 对他们来说 并不是什么难事 虚空之中 两颗流星正好撞到一起 发出绚丽之极的光芒 整个苍无城 瞬间变成了白天 点点流星的碎片 飞到死方 拖拽出一条条华丽的光线 随着这两颗流星的对撞 这次的流星雨 也就结束了 月三小姐微微一笑 束手轻扬 一只只精致的玉剑 从她手里飞出来 正好落到了众人的面前 这些精致的玉剑 都是空白的 只需心念微微一动 就可以把自创出来的战绩 细细地露入到玉剑之中 把玉剑发到众人面前之后 月三小姐又是一笑 说道 各位 你们可以将自创出来的战绩 记录到这只玉剑中 观看流星儿创战绩 我们自创出来的战绩 说不定可以流传后世万年 受到后续的敬仰呢 年轻强者 纷纷地拿出玉剑 记录下自创的战绩 张叶品着茶 心里快速推算着战绩 不远处的古荒 见到张叶苦苦思索的样子 发出了一声轻笑 低声嘲讽的 小贝 你不会连一套战绩 都创不出来了吧 简直就是一个废物 我劝你还是失去一点 老老实实地离开这里为好 张叶目光一闪 洒了古荒一眼 古荒感觉到自己在张叶的面前 全身上下 似乎都是透明的 没有一点点的秘密 骇然之下存到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难道这个小贝 精神力量比我还要强大吗 这怎么可能呢 他的修为 明明明只有真到九重出奇啊 古荒心里一乱 静坐了两久 才平静下来 赶紧抓紧时间 录下自创的战绩 学三小姐静静而坐 就像是一朵盛开着的鲜花 在张叶扫了古荒一眼的时候 她的目光再次落到张叶的身上 眼神里露出了一丝 饶有兴致的神色 时间慢慢过去 大多数的人已经把战绩 露入到预见之中 这时候张叶终于拿起预见 把一套战绩露进去 接下来 侍女把预见一一收走 交到了雪三小姐的手中 雪三小姐拿起一个预见 手掌轻轻一挥 一片功法出现在虚空之中 供大家一起评评 这片功法名叫流星剑 乃是观看流星的速度有感 创造出来的剑法 剑法修炼到极致的时候 一剑发出 犹如流星掠空 以快取胜 这片流星剑看起来不错 但在场的都是绝世天才 只是略略看了几眼 立刻就挑出了一大堆的问题来 最后 这片功法被评为下品 第二篇功法 乃是一套身法 名叫流星变 这套身法同样是从流星的意境中 领悟出来的 修炼到大成之后 可以像流星突然出现于天穷一般 突然出现在敌人的身前 雪三小姐细细地看了一下这套身法 笑着说 这套身法的创意不错 可惜流星从虚空中划过 走的都是直线 这篇功法修炼到大成之后 闪避之间走的也是直线 很容易遭到敌人的拦截 被敌人破解 这篇功法就评为中品吧 张爷听到雪三小姐的点评 微微地点头 这雪三小姐的眼力 真是高明的可怕 短短的时间之内 就看透了一篇功法 接下来 雪三小姐把众人自创出来的功法 一息点评 但连续点评了二十多篇功法 都被评为下品 连终品功法都没有 又点评了十多篇 终于点评到古荒自创的功法 古荒此人自创出来的功法 名为明月流星剑 这套功法施展出来的时候 一明一暗 威力极大 雪三小姐细细看了一遍功法 点点头 把这篇明月流星剑 评为中品 听到自己的战绩被评为中品 古荒神色之中 全是得意之色 雪三小姐乃是五道天骄 对普通的功法不屑一顾 她匆匆自创出来的功法 能够被雪三小姐评为中品 已经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了 古荒挑衅地看着长夜 嘴角露出一丝得意之色 接下来乃是战飞鸿的自创战绩 战飞鸿自创出来的战绩 和第一篇功法完全的相反 她竟然是凭着力量之声 这篇功法名叫雷霆拳 施展这套功法的时候 速度越是快 力量就越是大 修炼到大成的时候 一拳轰出 如雷霆当空 微猛之际 这篇功法也算是有创意了 雪三小姐点评一番之后 把雷霆拳评为中品 不知不觉见 只剩下了四篇功法了 这四篇功法中 有三篇是燕竹君 左千秋和万宗流创造出来的 另外一篇则是张叶创造出来的 张叶上交玉检比较迟 收到玉检的侍女 居然把张叶的功法 放到了最后面 雪三小姐首先点评的 是燕竹君自创的功法 燕竹君自创的功法 乃是一套拳法 名叫 天马流星战拳 这套拳法 如同流星掠空 没有任何的套路 敌人根本无法捉摸 而拳法施展出来之后 力量会迅速地积蓄 最后就像是流星炸开 瞬间爆发出强大绝伦的力量 一拳轰杀敌人 这套天马流星战拳 从创意到形成非常的严谨 很难挑出毛病来 而拳法的威力也极为可怕 乃是难得一见的战绩 雪三小姐看得连连点头 最后把拳法评为上品 这也是到目前为止 唯一的上品功法 接下来填平的 是左千秋自创的功法 左千秋此人看起来粗鲁霸道 他创造出来的功法 也是粗鲁霸道之计 他创造出来的 乃是一套棍法 名叫 流星扫六合 这套棍法施展出来的时候 就像流星轰击大地般 霸道决绝 一往无前 这套功法 没什么创意 但棍法里面 那种一往无前的决绝气势 却是让棍法的品质大大提升 最后 这套流星扫六合被评为上品 点评了燕竹军和左千秋 接下来就是万宗流了 万宗流此人创造出来的功法 乃是一篇诡异的刺杀之书 这一套刺杀之书 名叫流星破空刺 施展的时候 就像是流星一般突然出现 又突然隐藏 让敌人防不胜防 这一套流星破空刺 同样被评为上品 听到雪三小姐的点评 一个青年大宗师男男的说道 妙 真是妙啊 短短的时间内 创造出如此精妙的战绩 不愧是半步领导强者 是啊是啊 我们和半步领导强者 还是有着一段遥远的差距啊 燕竹军 左千秋和万宗流三人 自创出来的功法 都是上品 但运神灵丹只有一颗 不知道会是谁得到的 人们对这个问题 都是非常关注的 纷纷地议论着 这时候 雪三小姐轻轻地一了一声 说道 这里还有一片功法 让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功法吧 众人都微微赢了 三个半步领导强者的功法 都已经点评完毕了 怎么还有功法没点评呢 听众朋友 本集颇奖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